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的是 2-1 三角函數的性質跟圖形 首先要介紹的是 利用弧度來表示骨長 一個圓裡面如果半徑是R 腳POQ 這個角度是矽打弧度的話 這個骨長就是R矽打 其實這個我們在以前已經有講過了 在廣義角的時候已經講過了 回憶一下以前講說弧度是什麼 弧度就是說如果半徑是R 如果你的弧長也是R的時候 這個角度就是1弧度 如果你又來一個弧長是R 這個也是1弧度 所以如果你的弧長是2個R 那你的角度就是2弧度 同樣如果你是3個R 弧長3個R 那你就是3弧度 同樣如果你是3弧度 你的弧長就是3個R 2弧度你的弧長就2個R 1弧度你的弧長就是1個R 所以如果你是K的 你的角度如果是K弧度 你的弧長就是K個R 如果你的弧長就是K的R 所以這個弧長就RK的 或者K的R就可以 剛才講的是弧長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 那面積呢 這個扇形的面積呢 這扇形的面積的話 還記得說 這個一個圓 它的圓周長是2πR 那2πR所對應到的 這個圓心角應該是幾弧度呢 就是K的R 那是多少個R 是2π的R 所以你的圓心角應該是 對應到的是2π 可是一個圓周 你這個圓心角就是繞一圈 所以繞一圈就是2π 那2π我們知道 繞一圈是360度 所以2π其實也是360度 2π弧度 2π弧度其實就是360度 那我們如果是 角度是Sida弧度的時候 所以Sida弧度呢 究竟占了全部一個圓的話 它的圓心角是360度 就是2π5度 那麼應該 你現在扇形的面積 會佔整個圓 圓面積是πR 這比例是一樣的 就是說這個圓 如果這個角度是3分之1遠的話 那Sida出於2π就是3分之1 那你這個A 這個扇形面積也要佔整個的3分之1 所以這個比例會相同 所以你可以得到 Cida弧度除以2π 會等於你的扇形面積除以 整個圓的面積就是πR平方 好 那所以我們要求這個的話 兩邊可以稱為什麼 πR平方 那這樣這個就消掉了 所以可以得到我們的扇形面積呢 就會等於這個 2分之1r平方Cida 2分之1r平方Cida 那其中的rCida也等於S 那所以你可以變成什麼 2分之1的rS 那S SR或者RS 其中的rCida變成S 所以2分之1的rS或者SR都可以 所以你的扇形面積就是2分之1r平方Cida 或者2分之1rCida 這樣看見